《红楼梦》第三十六回 秀鸳鸯梦赵将云轩 时分定情物离香院 话说贾母自王夫人处回来 见宝玉一日好思一日 心中自是欢喜 因怕将来贾政又叫她 遂命人将贾政的亲随小丝头换来 吩咐她以后堂有惠人代客诸样的事 你老爷要叫宝玉 你不用上来传话 就回她说我说了 一则打中了 得着实江阳几个月才走的 二则她的心秀不利 记了心不见外人 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 那小丝头听了 领命而去 贾母又命李嬷嬷其人等来将此 话说于宝玉 使她放心 那宝玉本就拦于是大夫诸男人皆谈 又醉燕额观礼服 喝掉网环等事 今日得了这句话 越发得了意 不但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了 而且连家庭忠臣婚定醒一发都随她的变了 日日只在园中游卧 不过每日一清早 到贾母王夫人处走走就回来了 却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充已 竟也得十分闲销日月 或如宝钗被有时见机导劝 反生起起来 只说好好的一个清静洁白女儿 也学得调名孤欲 入了国贼入鬼之流 这总是前人无故声势 历言述词 原为倒后世的须眉浊雾 不想我生不幸 一写穷归秀阁中毅然此风 真真有复天地中灵欲秀之德 因此获言古人 除四书外 竟将别的书坟了 众人见他如此疯癫 也都不像他说这些正经话了 独有林黛玉 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于 所以深境待遇 闲言少数 如今且说 王凤姐自现金串死后 忽见几家仆人 常来孝敬他些东西 又不时地来请安奉承 自己导生了疑惑 不知何意 这日又见人来孝敬他东西 因晚间无人时孝问 平而道 这几家人不大管我的事 为什么忽然这么和我贴近 平而冷笑道 奶奶连这个都想不起来了 我猜他们的女儿都必是太太房里的丫头 如今太太房里有四个大的 一个月一两银子的分利 下剩的都是一个月几百钱 如今金串死了 必定他们要弄这两银子的巧宗儿呢 凤姐听了 笑道 是了 是了 倒是你提醒了 我看这些人也太不知足 我看这些人也太不知足 钱也赚够了 苦事情又亲不着 弄个丫头搪塞着身子也就罢了 又还想这个 也罢了 他们几家的钱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 这是他们自寻的 送什么来 我就收什么 横竖我有主意 凤姐而安下这个心 所以自管牵沿着 等那些人把东西送足了 然后成空方回王夫人 这日午间 薛姨妈母女两个与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里大家吃东西呢 凤姐得便回王夫人道 自从玉串姐姐死了 太太跟前少着一个人 太太或看准了那个丫头好 就吩咐 下月好发放月前的 王夫人听了 想了一想 依我说 什么势力 必定四个五个的 够使就罢了 净可以免了吧 凤姐笑道 论理 太太说的也是 这原事就利 别人屋里还有两个呢 太太倒不安利了 况且省下一两银子也有限 王夫人听了 又想一想 也罢 这个分力只管关了来 不用补人 就把这一两银子给他妹妹玉串吧 他姐姐服侍了我一场 没个好结果 剩下他妹妹跟着我 吃个双分子也不为过余了 凤姐答应着 回头找玉串 笑道 大喜 大喜 玉串过来磕了头 王夫人问道 正要问你 如今赵姨娘周姨娘的月历多少 凤姐道 那是定例 每人二两 赵姨娘有还兄弟的二两 共是四两 另外四串钱 王夫人道 可都按数给他们 凤姐见问的奇怪 忙了 怎么不按数给 王夫人道 瞧我恍惚听见有人抱怨 说短了一吊钱 是什么缘故 凤姐盲笑道 姨娘们的丫头 月历员是人各一吊 从旧年 他们外头商议的 姨娘们 每位的丫头 分力减半 人够五百钱 每位两个丫头 所以短了一吊钱 这也抱怨不着我 我到了得给他们呢 他们外头又扣着 难道我天上不成 这个事 我不过是接手儿 怎么来 怎么去 由不得我做主 我倒说了两三回 仍旧天上这两分的 他们说 只有这个像术 叫我也难再说了 如今我手里 每月连日子 都不错给他们呢 先时再外头关 那个月不打饥荒 何曾顺顺溜溜的 得过一遭儿 王夫人听说 也就罢了 半日又问 老太太屋里几个一两的 凤姐道 八个 如今只有七个 那一个是席人 王夫人道 这就是了 你宝兄弟也并没有 一两的丫头 席人还算是 老太太房里的人 凤姐笑道 席人原是老太太的人 不过给了 保兄弟时 他这一两银子 还在老太太的丫头 分立上林 如今说 因为席人 是保玉的人 财了这一两银子 财了这一两银子 断然使不得 就是秦文摄月等七个大丫头 每月人各月前一调 嘉惠等八个小丫头 每月人各月前五百 还是老太太的话 别人如何老得气的呢 薛姨娘笑道 只听凤丫头的嘴 倒向倒了核桃车子的 只听她的账也清楚 李也公道 凤姐笑道 妈 难道我说错了不成 薛姨妈笑道 说得何尝错 只是你慢些说 岂不省力 凤姐才要笑 忙又忍住了 听王夫人事下 王夫人想了半日 向凤姐而道 明挑一个好丫头 送去老太太室 不惜人 把惜人的一分财了 把我每月的月历 二十两银子里 拿出二两银子 一吊钱来给惜人 以后凡是有赵姨娘 周姨娘的 也有席人的 只是席人的这一分 都从我的分力上 云出来 不必动观中的 就是了 凤姐一一地答应了 笑推薛姨妈道 姑妈听见了 我素日说的话如何 今儿果然应了我的话 薛姨妈道 早就该如此 模样自然不用说的 她的那一种行尸大方 说话贱人和气里头 带着刚硬要强 这个实在难得 王夫人含泪说道 你们那里知道 西人那孩子的好处 比我的宝玉强十倍 宝玉果然是有造化的 能够得她长长远远地 服侍她一辈子 也就罢了 凤姐道 既这么样 就开了脸 明放她在屋里 岂不好 王夫人道 那就不好了 一则都年轻 二则老爷也不许 三则那宝玉 见习人是个丫头 纵有放纵的是 倒能听她的劝 如今坐了跟前人 那些人该劝的 也不敢十分劝了 如今且浑着 等再过二三年再说 说必半日 凤姐见无话 便转身出来 刚至狼言上 只见有几个执事的媳妇 此正等她回事呢 见她出来 都笑道 奶奶今儿回什么事 这半天 可是要热着了 凤姐把袖子挽了几晚 死着那脚门的门槛子 笑道 这里过门风到凉快 吹一吹再走 又告诉众人道 你们说我回了半日的话 太太把二百年头里的事 都想起来问我 难道我不说吧 又冷笑道 我从今以后 倒要干几扬课读事了 抱怨给太太听 我也不怕 糊涂油蒙了心 烂了舌头 不得好死地下做东西 别做娘的春梦 棉衣国脑子扣的日子 还有呢 如今采了丫头的钱 就抱怨了咱们 也不想一想是奴己 也配使两三个丫头 一面骂 一面方走了 自续挑人回贾母话去 不在话下 却说王夫人等这里吃碧西瓜 又说了一回闲话 各自方散去 宝钗与黛玉等回至园中 宝钗因约黛玉往偶相谢去 黛玉回说立刻要洗澡 便各自散了 宝钗独自行来 顺路进了一红院 异玉寻宝玉 谭讲一截五卷 不想移入院来 鸭雀无闻 一并连两只仙鹤在八脚下都睡着了 宝钗便顺着油廊来治房中 只见外间床上横三竖四 都是丫头们睡觉 转过石井格子 来治宝玉的房内 宝玉在床上睡着了 习人坐在身旁 手里做针线 旁边放着一柄白锡煮 宝钗走进前来 悄悄地笑道 你也过于小心了 这个屋里那里还有苍蝇蚊子 还拿鹰肘子赶什么 习人不妨 猛抬头剑宝钗 忙放下针线 起身悄悄笑道 姑娘来了 我倒也不妨 唬了一跳 姑娘不知道 虽然没有苍蝇蚊子 谁知有一种小虫子 从这沙眼里钻进来 人也看不见 只睡着了 咬一口 就像蚂蚁家的 宝钗 愿不得 这屋子后头又进水 又都是香花儿 这屋子里头又香 这种虫子都是花心里长的 闻香就扑 说着 一面又瞧他手里的针线 原来是个百灵红里的兜度 上面扎着鸳鸯戏帘的花样 红帘绿叶 五色鸳鸯 宝钗 宝钗 哎呦 好鲜亮活鸡 这是谁的 也值得费这么大功夫 习人向床上挪嘴 宝钗笑道 这么大了 还戴这个 习人笑道 他原是不戴 所以特特地做得好了 叫他看见 由不得不戴 如今天天气热 睡觉都不留神 哄他戴上了 便是夜里纵盖不言心 也就不怕了 你说这一个就用了功夫 还没看见他身上现代的那一个呢 宝钗笑道 也亏你耐烦 习人道 今儿做得功夫大了 脖子低得怪酸的 又笑道 好姑娘 你略坐一坐 我出去走走就来 说着便走了 宝钗只顾看着活继 便不留心 一蹲身 刚刚的也坐在习人 方才坐得所在 一又见那活继实在可爱 不由地拿起针来 替他带刺 不想林黛玉 因遇见是湘云 约他来与习人道习 二人来至院中 渐静悄悄的 湘云便转身 先到厢房里去找习人 林黛玉 却来至窗外 隔着纱窗往里一看 只见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 随便睡着在床上 宝钗坐在身旁做针线 旁边放着银轴子 林黛玉见了这个景儿 连忙把身子一藏 手握着嘴不敢笑出来 招手儿叫湘云 湘云一见他这般景况 只当有什么新闻 忙也来一看 也要笑时 忽然想起宝钗苏日带他厚道 便忙掩住口 知道林黛玉不让人 怕他言语之中取笑 便忙拉过他来道 走吧 我想几席人来 他说午间要到池子里去洗衣场 想必去了 咱们那里找他去 林黛玉心下明白 冷笑了两声 只得随他走了 这里宝钗只刚坐了两三个花瓣 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 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的 什么是金玉姻缘 我偏说是牧师姻缘 薛宝钗听了这话 不觉证了 忽见习人走过来 笑道 还没有醒呢 宝钗摇头 习人又笑道 我才碰见林姑娘是大姑娘 他们可曾进来 宝钗道 没见他们进来 音像习人笑道 他们没告诉你什么话 习人笑道 左不过是他们那些玩话 有什么正经说的 宝钗笑道 他们说的可不是玩话 我这要告诉你呢 你又茫茫的出去了 一句话未完 只见凤姐打发人来叫习人 宝钗笑道 就是为那话了 习人只得换起两个丫鬟来 一同宝钗出一红院 自往凤姐这里来 果然是告诉她这话 又叫她与王夫人叩头 且不必去见贾母 倒把习人不好意思的 见过王夫人急忙回来 宝玉已醒了 问起缘故 习人且含糊答应 至夜间人静 习人方告诉 宝玉喜不自禁 又向她笑道 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 那一回往家里走了一趟 回来就说你哥哥要属你 又说在这里没着落 终究算什么 说了那么些 无情无义的身份话 胡我 从今以后 我可看谁来敢叫你去 新人听了 便冷笑道 你倒别这么说 从此以后 我是太太的人了 我要走连你也不必告诉 只回了太太就走 宝玉笑道 就便算我不好 你回了太太进去了 叫别人听见说我不好 你去了你也没意思 新人笑道 有什么没意思 难道做了强盗贼 我也跟着吧 再不然 还有一个死呢 人活百岁 横竖要死 这一口气不在 听不见 看不见 就罢了 宝玉听见这话 便忙握他的嘴 说道 罢 罢 罢 不用说这些话了 习人身知宝玉 性情古怪 听见 奉承吉利话 又厌血而不识 听了这些 尽情实话 又生悲感 便悔自己说 冒状了 连忙笑着 用话解开 只捡纳宝玉 素洗谈者问之 先问他 春风秋月 再谈吉 粉蛋之营 然后谈到 女儿如何好 又谈到 女儿死 习人 盲眼住口 宝玉 谈至 浓快时 见他不说了 便笑道 人谁不死 只要死得好 那些 各须眉着雾 只知道 闻死见 无死战 这二死是 大丈夫死明死结 净何如不死得好 必定有 昏君他方见 他只顾妖民 猛拼一死 将来 弃君于何地 必定有 刀兵他方战 猛拼一死 他只顾图 汉玛之名 将来 弃国于何地 所以这皆非正死 习人道 忠臣良将 出于不得已他才死 宝玉道 那武将不过 杖血气之勇 书谋少略 他自己无能 送了性命 这难道也是不得已 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 他念两句书于在心里 若朝廷少有私侠 他就胡谈乱劝 只顾他邀忠烈之名 浊气一涌 及时拼死 这难道也是不得已 还要知道 那朝廷是受命于天 他不胜不仁 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己 忠人于他了 可知那些死的都是孤明 并不知大意 比如我此时 若果有造化 该死于此时的 趁你们在 我就死了 再能够你们 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 把我的尸首飘起来 送到那压却不到的 优僻之处 随风化了 自此再不要脱身为人 就是我死得得实了 习人忽见 说出这些风话来 忙说困了 不理他 那宝玉方 何眼睡着 至四日 也就丢开了 一日 宝玉因各处 游的烦腻 便想起牡丹亭取来 自己看了两遍 游不怯怀 英文的离乡院的 十二个女孩子中 游小但林冠 最是唱得好 殷卓一出脚门来找时 只见宝冠御冠都在院内 见宝玉来了 都笑嘻嘻地让座 宝玉因问林冠独在那里 众人都告诉她说 在她房里呢 宝玉忙至她房内 只见林冠独自倒在枕上 见她进来 闻风不动 宝玉素席与别的女孩子玩惯了的 只当林冠也同别人一样 殷尽前来身旁坐下 又陪笑秧她起来唱鸟情丝一套 不想林冠见她坐下 忙抬身起来躲避 郑瑟说道 嗓子哑了 钱娘娘传进我们去 我还没有唱呢 宝玉见她坐正了 再一细看 原来就是那日 强威花下画强自那一个 又见如此景况 从来未经过这番被人欺验 自己便善善地红了脸 只得出来了 宝关等不解何故 因问其所以 宝玉便说了 岁出来 宝关便说道 只略等一等 强二爷来了叫她唱 是必唱的 宝玉听了 心下纳闷 因问 强哥那去了 宝关道 才出去了 一定还是林冠要什么 他去变弄去了 宝玉听了 以为奇特 少战片时 果见假强从外头来了 手里又提着个雀儿笼子 上面扎着个小戏台 并一个雀儿 星星头头的往里走着找林冠 见了宝玉 只得站住 宝玉问他 是个什么雀儿 会嫌奇串戏台 贾强笑道 是个玉顶金斗 宝玉道 多少钱买的 贾强道 一两八钱银子 一面说 一面让宝玉做 自己往林冠房里来 宝玉此刻把听曲子的心都没了 且要看他和林冠是怎样 只见贾强进去笑道 你起来 瞧这个玩意儿 林冠起身问是什么 贾强道 买了雀儿你玩 省得天天闷闷的无个开心 我先玩个你看 说着 便拿些骨子哄的那个雀儿 在戏台上乱串 贤鬼脸旗帜 众女孩子都笑道 有趣 独林冠冷笑了两声 赌气仍睡去了 贾强还只管陪笑 问他好不好 林冠道 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 关在这牢坑里学 这个牢十字还不算 你这惠子又弄个去而来 也偏生干这个 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去形容我们 还问我好不好 贾强听了 不觉慌起来 连忙赌身力士 又道 今儿我那里的香脂油蒙了心 费一二两银子买他来 原说姐们 就没有想到这上头 爸 爸 放了声 绵绵你的灾病 说着 果然将雀儿放了 一顿把将笼子拆了 林冠还说 那雀儿虽不如人 他也有个老雀儿在窝里 你拿了他来弄这个老十字 也忍得 今儿我咳嗽出两口血来 太太叫大夫来瞧 不说替我戏问问 你姐弄这个来取笑 偏生我这没人管没人理的 又偏病 说着又哭起来 贾强忙道 昨晚上我问了大夫 他说不相干 他说吃两剂药 后再瞧 谁知今儿又吐了 这惠子请他去 说着 便要请去 林冠又叫站住 这惠子大毒 日投地下 你赌气子去请了来 我也不瞧 贾强听如此说 只得又站住 宝玉见了这般景况 不觉吃了 这才领会了华强深意 自己站不住 也抽身走了 贾强一心都在林冠身上 也不顾送 倒是别的女孩子送了出来 那宝玉一心才多盘算 痴痴地回至宜宏院中 正值林黛玉和习人 坐着说话呢 宝玉一进来 就和习人长叹 说道 我昨晚上的话 竟说错了 怪到老爷说 我是管窥离策 昨夜说 你们的眼泪单葬我 这就错了 我竟不能全得了 从此后 只是个人各得眼泪罢了 习人昨夜不过是些玩话 已经忘了 不想宝玉今又提起来 便笑道 你可真真有些疯了 宝玉默默不对 自此深恶人生情缘 各有分定 只是每每暗伤不知将来 葬我洒泪者为谁 此皆宝玉心中所怀 也不可十分忘你 且说林黛玉当下见了宝玉 如此形象 便知是又从那里着了魔来 也不便多问 因向他说道 我才在旧母跟前听的 明是薛姨妈的生日 叫我顺便来问你 出去不出去 你打发人前头说一声去 宝玉道 上回连大老爷的生日 我也没去 这惠子我又去 躺货碰见了人呢 我一概都不去 这么灌热的 又穿衣裳 我不去姨妈也未闭脑 西人忙道 这是什么话 他比不得大老爷 这里又住得近 又是亲戚 你不去 岂不叫他思量 你怕热 只清早起到那里磕个头 吃中茶再来 岂不好看 宝玉未说话 黛玉便先笑道 你看着人家赶蚊子分上 也该去走走 宝玉不解 盲问 怎么赶蚊子 西人便将昨日睡觉 无人作伴 宝姑娘坐了一坐的 话说了出来 宝玉听了 王说 不该 我怎么睡着了 亵渎了他 一面又说 明日必去 正说着 呼见史湘云穿的 齐齐整整的走来词说 家里打发人来接他 宝玉林待遇听说 忙站起来让座 史湘云也不坐 宝玉两个只得送他之前面 那史湘云只是眼泪汪汪的 见有他家人在跟前 又不敢十分委屈 少时薛宝钗赶来 欲绝浅犬难舍 还是宝钗心内明白 他家人若回去告诉了他沈娘 带他家去 又恐受气 因此倒催他走了 众人送至二门前 宝玉还要往外送 倒是湘云拦住了 一时 回身又叫宝玉到跟前 悄悄地主道 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 你时常提着打扮人接我去 宝玉连连答应了 眼看着他上车去了 大家方才进来 要直端的 且听下回分解